随着中秋节的到来,新疆奶皮子月饼在网络上迅速走红。 某平台数据显示,奶皮子月饼的搜索量上涨了七倍之多。 9月16日,在乌鲁木齐市一家老字号糕点店里, 货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各式月饼,墙壁上张贴着节日海报, 会台前顾客们排起了长队,等待购买店内最受欢迎的奶皮子月饼。 店员吕晓莹一边忙碌地打包月饼,一边兴奋地告诉记者, 奶皮子月饼特别畅销。 现在是中秋节,我们的奶皮子月饼,酸奶月饼都已上架, 然后销量非常好,然后店里各种口味都有,经常卖断货, 然后我们那个网络都已上架,订单也非常多。 据了解,奶皮子月饼是具有浓郁新疆风味的美食, 在传统月饼基础上,增加了新疆特色奶皮子、奶渣等材料, 外皮酥脆,馅料丰富,深受消费者喜爱。 记者走进当地一家食品生产公司,生产车间流水线上, 挤压成型,烘焙,包装一气呵成。 工人们忙碌地行走在车间内,保证中秋节期间货量充足。 该公司负责人马新燕告诉记者, 为了让消费者吃到正宗新疆风味,他们每一道程序要求都很高。 奶皮子月饼之所以火爆,主要是因为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。 奶皮子月饼以其奶香浓郁,甜而不腻的特点,受到了市场广泛欢迎, 使得奶皮子月饼成为了今年火出圈的新疆特色月饼。 截止9月16日,我们累计销量30多万代,线上销售居多, 主要销往全国一二线城市,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很喜欢吃。 在乌鲁木齐一家蛋糕店内,静电顾客络绎不绝。 柜台前,记者遇到了来自河南的游客苏春霞, 他说要多买一些特色月饼带给家乡的亲朋。 我在网上看到有奶皮子月饼和酸奶月饼, 我们就到实体店吧,过来买了一下,品尝了一下, 口感确实不错,能吃住这个新疆的味道。